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像這個輸出結果 我又加了一些東西 那你會發現如果它本來就是文字 後面就不用轉型 直接放OK 但是底下這個的話 因為它是數 它是一個數字 這個也是數字 但有小數點 那你記得外面要包一個ST 把它轉一下 才能夠跟前面的串 否則這個地方會出錯 如果你這邊X2 假如沒有這樣做的話 那你會出現什麼錯誤 剛剛出現過 Type 有沒有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看到這個錯誤的話 那你就知道 這邊出錯了 而且它還很貼心的跟你講說 請你要把這個 加到前面去 那以後如果你看到錯誤你也不用擔心 反正你點它一下 它會告訴你這一行 而且告訴你錯誤在哪裡 有沒有 它沒辦法串接 除非你加一個stream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stream 貼上來 然後加一個錢瓜糊 加一個後瓜糊 答案也ok了 所以其實它還蠻貼心的 下面會告訴你一些訊息 不過呢你千萬不要就是 不特別看它 其實答案都在下面都有啦 你錯在哪裡 好那把它執行 應該看到結果 串接應該都ok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什麼事 我希望帽號呢 跟下面這一個 能夠換行 好了 或者請你幫我換行 換到下一行 那我要怎麼換行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如果這邊 我把這個串列加了雙引號 什麼問題 它是無法分辨說 到底裡面那個雙引號 是跟前面的 後面的 也沒有個關係 因為雙引號一定是成對的嘛 可是你突然冒出一個 它沒辦法 折衛怎麼辦 這個地方 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在我們那個下一個單元裡面 在我們的 在 這個 我們的脫移資源這邊 所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第46頁 以後呢如果說 假設你要輸出一些特殊的資源的話 你可以找到拖移資源 第46頁這邊 雙引號記得 加一個反斜線 就OK了 那如果你要換行的話 記得加一個反斜線 至於其他可能比較少用 比如說加單引號也是這樣 加這個斜線也是 因為有些資源是保留資源 如果你要輸出的話 一定要用這個規則 所以怎麼做呢 反斜線 再加一個什麼 再加一個這個 雙引號 這樣的話呢 才能夠輸出 第一個 前面 前面的雙引號 後面的雙引號怎麼加呢 在後面加一個 加號 雙引 這個文字裡面 因為那個一定是文字 所以 反斜線 再加一個什麼 雙引號 這樣子 OK 把它串到後面 所以這個是 後雙引號 這個是前雙引號 看得懂意思吧 我們試一下 這個OK 來 紙欣 有沒有發現 如果未來你要輸出層 下面那個有沒有 前後有雙引號的效果 一定要打 多一個反斜線才OK 這個是規則 這個要拖曳資源 OK 那第二個如果要換行的話 比如說在 Hello World這邊 把Hello World換到下一行的話 你只要在這個文字裡面 再加一個什麼 換行 冒號 後面加一個換行 反斜線 N 就換行 試一下 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邊有一個 反斜線 所以呢 到這邊的話呢 他就直接把Hello World 換到下一行 OK 所以拖曳資源裡面 恐怕要注意一下 比較常用像換行 還有像輸出這個雙引號 還有像輸出這個 兩個 反斜線 這個可能都要稍微 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 嗯